火槽鞋 对对对 位置上啊 位置上 好 代理学员亲自体验 SUP教练仔细讲解 重浪立奖的操作方式 为了推广海洋教育知识 及提升其休闲运动风气 屏东县政府教育处委 由海郊中心举办研习 以单人双人龙舟等 三种体验竞赛 让教师们深入感受SUP美丽 其实站在上面蛮困难的 其实因为水面 是会那个放 SUP立奖冲浪是一种结合冲浪 独木舟特色的运动 难度比冲浪低 但是需要动用到全身力量 且互助合作之下 才有办法完成 前进后退跟左右转弯 就是在控制奖的这个技巧上 你会比较需要耗脑力 然后习惯后 你就会越来越上手越顺手 比较多元化可以站着躺着趴着 独木舟的话大概就是只有坐着 有趣又好玩的SUP立奖冲浪 让许多来研习的教师们打开眼界 强调这种需要互助合作 且有教育意义的水上活动 让他们获益良多 也能分享给小朋友知道 平常不会体验到这种水域活动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体验 然后对小朋友来讲说也是一个新鲜感 希望就是透过举办海洋休闲的活动 让我们的职场的老师有机会来体验 那他学会了这样海洋休闲的技能之后 然后回去也能够带给他的学生 难得的水上活动体验 不仅让教师的海洋休闲技能更加提升 也能透过推广分享海洋教育理念 让其向下扎根 肥东新闻不一定终止好采访报道